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 圣经这样说,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 另外一处是记载在第二十二节 圣经这样说,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要与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塑造和建造我们的神 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亚当 而上帝又从亚当身上取了一块肋骨建造的女人 神用不同的原料塑造了亚当跟夏娃 可见男女有别 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像一个陶匠 目的是要把亚当塑造成一个有用的器皿 当上帝建造夏娃的时候,神就像一个建筑师 因此女人是上帝精心设计的结果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我们自己 学习欣赏我们本身是上帝精心塑造以及建造的男人与女人 目的是要作为上帝可用的器皿 所以今天可以让我们去思想一件非常基本的问题 你认为你认为你是不是上帝所建造塑造的精心的一个作品 而且成为可用的器皿 往往一个看重自己的人 期待自己可以被发挥才能 并且被上帝摆在最恰当的位置 去丰盛别人生活的目的 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人 他越野自信认为自己是一个可用的器皿 亚当跟夏娃被造不只是上帝作为他欣赏的作品 上帝也期许他们自己也能够看重自己 许多成功的人并不见得是为了在世上留下历史的名声 而是他们自己对自己下了个期许 我要在这一生当中 我要在这个有限的年岁当中 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或者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他看重自己 一定可以为自己 为别人 为社区 甚至为这个世界 做出有共性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做模仿的工作 可以效法一些伟大的人物的工作 很久很久以前 影响我这一生当中 一个伟大的人物 就是神学家 Albert Svart 史怀哲博士 他在1952年的时候 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 在此之前 在他年轻的时候 史怀哲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神学家 有相当好的神学的著作 同时他也热衷音乐 特别是喜欢 巴哈的管风 管风琴的音乐 他也在许多大城市 四处去表演 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订阅家 本身也研究以尊重生命为基础的哲学思想 自己本身也得到哲学博士 所以文学的素养 哲学的素养 神学的素养 非常的丰富 而他本身也在德国的一间归正教会 担任牧师 是一位受人尊敬喜爱的牧者 然而人生却在29岁那个时候改变了他 那一年他读到一篇有关于非洲大陆 需要医疗援助的文章 在那个年轻的时候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震惊他的家人 以及认识他的人 他决定 要进入到医学院的学习 要成为一个医生 他的目的 不是为了要成为医生的赚钱 他的目的决定了 他必须用医生的一个医术 专业的技能 进入到非洲大陆去 帮助住在那里的人 也因为如此 他必须放弃了 在欧洲已经有相当著名的学术地位 跟演奏的生涯 各位想想看 你会怎么想 一边是本身具有丰富的名声 也可以继续做神的工作 另外一边 他要放弃许多财富的机会 与当地的人一起生活 而且非洲的原住民不见得明白 是完全所要做的事情 在一本书当中 他自己描述 每一次从欧洲募款 买来的医药 在当地的非洲原住民 他们会去偷 他们不是那些药 是要来救人的生命 他们把他当作是民用来吃 浪费许多资源 可是他却在那个地方 生活了他的下半辈子 非洲的南巴伦那 这个地方 就是他被神安置的地方 他活在那边 他贡献他的一生 他们是上帝创造的精品 他们是非常卓越的一个音乐家 神学家 哲学家 也是人生 可是他们非常看重自己 他们把自己这样当作神的气 放在人看来是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却是被上帝欣赏的地方 亲爱的弟朋友 你觉得呢 你的这一生 你喜欢活在被人称赞的地方 受到许多人掌声的地方 你才觉得有意义的亲民吗 还是你真正是探见 今天你的位置 是上帝真的欣赏 你看中了你自己 你把你自己放的位置 也是神所喜欢的位置 你公许你的生命 你得到不是人的掌声 而是上帝给你称赐 说良善又重心的仆人 来吧 今天可以到我这里 你以我为余一同作息 愿上帝祝你这一天 充满神的祝福 阿们